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在市场上现在价格最高的是曾经拍卖过的两件永乐时期的佛教艺术品 一件是佛像 一件是唐卡 那难道说只有永乐时期的才是整个佛教艺术史里面最珍贵的吗 那我们中原的和其他地方的其他时代的就没有它的艺术造诣了吗 下面我给大家捋清就是佛像进入汉地最初的时候的一个什么样的艺术风格 直至明代永乐宣德康熙乾隆手宫廷造像 还有其他一些造像风格的特出特点 我们见到汉传佛教艺术最早的 在四川的摇钱树上也可以看到 摇钱树的那个树杆上 一个通奸式的衣服 大家看手里好像还拿了念珠 端坐在一个捕铁树上 这个是我们见到最早的 同雕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出现 在欧美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比较大一点尺寸的 是什么 是十六国的 十六国的造像特点有什么 马上可以辨识的呢 第一 它的发际是非常高 然后眼睛张开的比较大一些 基本上是溜肩 然后身上的衣纹是呈U字 幽字放射状 下来打一刨 手呢禅定印 大家看 这好像道教的 根本不像禅定印 所谓禅定印 以掌心向上 这好像是护着肚子 这个时候就在十六国的这种造像里面 破一多见 那底座 大家看 这个是没有莲花座的一个特异的刻画 一般都是坐在高台上 一个方座 这个是十六国经常我们可以见到的一个造型 那再往后 我们就看到 逐渐的受到了西方 印度的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是什么 在十克的艺术上逐渐的选手 尤其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馆可以看到一尊 这种佛刊式的 大家看的 光它的背光都是镂空的 这样的雕造技术很难 一定要先画出这个样子 从后面 那如果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 这个佛刊不但是 这样子像一个背叶 像菩提叶一样的 它关键呢 它是佛刊呢 有一种向前探的 就是包在一起的 把这个包在一个洞里面一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再看到隋代 隋代的造像的话 是相对好辨识的 没什么好辨识 那它的身上的阴落呀 非常繁复 非常繁荣 尤其是呢 在腹部以下 这种交叉的 身上佩戴的呢 叮当作响 我们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当时隋唐的时候 这种国力的富饶 大家的审美的趋向 每个人都要戴上珠宝 那我们看它的面容 面容眼睛呢 是和北朝的时期的 比较相近 非常的幽深 很淡雅 唐代呢 所有的 不管是佛也好 菩萨类也好 都是非常圆润 非常的有生机 显示了当时的那种国力 它显示了当时的那种包容 所以在唐代的造像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大家看 早期的放射照衣袍 它的这种凸起 这个线呢 是让它自然隆起 不像清代的时候 它是因刻一个线 它告诉你 这个衣袍是刻出来 是这样子一个形式化的 一个文样化的一个彰显 是不是大有不同 那早期的话 它还是依照古希腊罗马这种衣袍的样式 它自然的垂下 那我们也叫什么呢 我们叫曹鱼出水 叫曹家样 在国内大家这么讲 那宋代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看观音也好 我们看其他神的造像也好 它都是一种和乐融融的一种状态 在宋代的观音的话 你看很少能看见正经的一作 大家其实观音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子猪灵观音像 能看见它这种自在作像 但是呢 雕刻也是非常精美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形态 叫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种幽静和典雅 我们看到辽津时期 辽津时期的一些造像 同样也受到了宋代他们影响 可是呢 面孔也好 或者它的整个形体也好 就是面孔它是非常重要 那北方的面孔呢 它略显凌厉 南方的面孔的话 就是略显柔和 这个就是观察佛像 鉴别佛像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看人实面 到了元代 就是蒙古族 蒙古族他当然 从小都是上午的身体呢 非常的健硕 魁梧 胸肌 膀子 我们可以说 到了元代就是膀大腰圆形 那这种的造型 是在元代比较突出的 那他们是用上午的 这种审美形态 审美方式 也铸就了他们对于 佛教艺术的美学观念 所以这些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过 美学的观念的话 一定要和自己本民族 就是相通的 相熟悉的 那到了明清时候 汉藏的风格 基本上是整个中土大地 它一个主流的一个审美方向 那我们看这一尊雕像的话 它是四面八倍的一个悉度母 这尊佛像非常非常重要 那价格呢 是非常的低 对我来讲的话 为什么呢 我们说虽然说 永轩的宫廷造像 最近这些年呢 有所下滑 但是呢 还是物以稀为贵 我们讲收藏领域 第一 非常精美 这个是万古不颠的一个真理 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 它具备历史文化的精神 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 在佛教艺术里面 它的传承稀少 它的造像稀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一尊不光是尺寸很大 而且呢 流进精美 然后它的体态啊 非常恶挪 工艺也是特别好 让这一尊 2900多万 2900多万 那事实上 它应该是 今天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 我认为 它也至少值5000万以上的 那我们看 这尊永文大佛 一米四五 是我们现在见到的 最高的最大的两尊大佛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知 战相最美的一尊 大家看是不是受到了藏传佛教很大的一个浸然和影响 我们跟大家讲了 明代的精通 可能不断的淬炼 它的密度非常非常高的 是一般人很难抱的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受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的 最大的一尊做佛 是在布达拉宫 包括它这些 实际上这些阴落 都是用小的金刚柱 一个一个的接下来的 那在连台上面 大名永乐年师 所以在看整个这个佛教造像的时候 不但是要看到它的一个精美程度 那它的历史渊源是在哪里 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和故宫的一些专家的话 我们会有些异议 那他认为 那当时大名永乐时期啊 永乐时期有不同的作放 因为他的布达拉宫也好 大昭寺也好 看到的永乐款项 和故宫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对我来讲 这些道理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佛教艺术品的制作 它是一个流水线的过程 很难很难啊 一个师傅 他从开模 到教筑 到藏课 到刘金 他一个人通通都会 这个是一个其中的关键 还有另外的关键是在哪里啊 是这个铜 在哪里来 当时这个铜啊 是国家管控的 那吕正跟皇帝讲 我说我这是六遍打造 可能要消损一半呢 这个铜 不但这样 皇帝还说 不需要不需要 我们有的是钱 来吧打十二遍 看呢 就变成四分之一的 浪费很多钱的 所以这种铜是非常金贵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这两个永乐时期的艺术风格 有这么高的一个市场价格 第一我们看流传有序 第二它是市面上传承的最高的最大的一尊 可以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价格显现 还有最重要一点 是皇室的 那我们有讲过 当时永乐为了中风多见的这种制度 所以重启和西藏和少数民族边疆的 和有建立这种友谊关系 来了就赏赐 要金银筹断 全部给 要什么这些 你不是信教吗 我给你做全世界最漂亮的佛教艺术品 所以这张刺绣堂卡 这张刺绣堂卡是我们市面上唯一见到的 最贵的一张 最早的时候 这一张是随着藏族 当时一些高中大德 拿到了印度去 印度去是卖给了一个美国人 最初的拍卖在90年代 不到100万美金 后来呢 03年04年的时候 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 在香港拍了3700万港币 在14年又重新拿出来拍 拿出来拍是为什么 大家觉得市场可能更好了 关注度可能又更高了 当时呢就有很多记者来问 说你怎么看这件堂卡 我说这件堂卡啊 只有龙美术馆的刘宜谦先生 他能收藏 他想为什么 我说你看第一 这个尺幅巨大 三米多 一般人谁会去买 你买了也的话 没地方挂呀 那有地方挂的人呢 在想都是一些老藏家 他们十几年前没有买 3000多万的时候没有买 他们现在会花上亿的钱去买吗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对吧 但是新兴的这些收藏家 基本上我都跟他们熟识 那掰着手指头 算能花得起上亿买一件的 这种艺术品几乎没有 所以我想算来算去全球 那只有刘宜谦先生 他可以收这件 后来果不其然 当时那的确超乎我的想象 这个价格 三亿四千八 那归根结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目前的收藏人群 缺乏自信 就是对于美学的观念 没有自己一个个性化认知 就是我们认定 是皇帝的东西一定是美的 所以在这一讲里面 跟大家讲的就是 就是我们整个一个佛教艺术 在中原的一个演变 那每一个时间段 都有它的艺术表现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用很短的时间 作为一个清楚的理解 相信这个对大家 未来的收藏和未来看到 这一类的佛像 会有所注意 好 这一讲讲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